今天主角还是陈辉教授和黄英教授 今天 里号是四和九 现号 路上很堵 那么两位教授 不思辛苦的 来到我们现场 这里要早上欢迎我们现场 欢迎各位参加 由中讯主板做了主办的 当罗马历史照进中国现实系列组织沙龙的第三期 那么在前两期呢 我想有些观众已经参加过 那么第一期的题目叫什么呢 是罗马帝国共和与专制 第二期叫契约精神 自由民主成起 那么今天第三期的题目是什么呢 就是罗马帝国社会经济与制度 那么可能大家觉得这个题目很大 但是如果有咱们的朋友呢 读过掩掩其身的罗马人的故事 他的序里有这么一句话 就说 对于以超级大国为发展目标的中国 在欧洲利益上可以借鉴着自由古罗马 那么这句话怎么去理解呢 如果我们做一个穿越 那么公元前三世纪的时候呢 罗马统一了整个的意大利半岛 那么在公元前三世纪目 那么我们国家的西汉帝国成立 那么之后呢 罗马呢 统一了这个地中海流域 成为世界的霸主之一 而在那个时候呢 这个汉 大汉的汉子 也成为我们中国华夏民族的一种文明符号 那么实际上东西两个半球 那么遥相呼应的大国呢 那么肯定是政治 政治经济门话是有不同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是一个沙龙 所以呢 两位教授在来之前呢 说我们一定要以漫谈的形式 就是不设定一个路径 但是呢 我可以给大家呢 提供一个思考的方向 就是 罗马帝国存在了一千多年 那么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 使一个只有七个小山丘的 这么一个部落 成为统治地中海的 一个超级的帝国 那么又是什么样的制度缺陷 使一个帝国在半个世纪之内 土崩瓦解 那么在开始这个题目之前呢 那么我们还是 热烈掌声 有请清华大学 丽丽丽丽教授 秦辉老师 还有咱们北京大学 丽丽丽教授 黄云先生 谢谢 是这样的 他说 两位教授是这样 我们在看这本书 就是罗马人的故事 他在第一期里头 这个日本女作家 很奇怪 咱们中国的史官 从下代开始都是男性 突然有一个日本女性 蹦出来 他写了一本《罗马史》 他有句话说呢 很有意思 我不知道是一个男性眼光 还是女性眼光 他说 罗马人 这个智力不如希腊人 体力不如高卢人 技术不如埃特努利亚人 那么经济不如加泰基人 然而他却第一的把他们给打扮了 那么建立了这么一个庞大帝国 就是背诊 就是背诊 黄杨教授 我只能做一个铺垫 然后主导师 抢发他的高等 我需要说明的是 我跟在座各位一样 是对罗马史是一个爱好者 不是研究罗马史 没有什么研究 我在90年代就读罗马史的作品 他对罗马史的了解 所以他也很有思想的一个人 所以可能我就做一个铺垫 这个问题当然首先就难倒 我因为说不清楚 的确实我觉得罗马是一个奇迹 我同意这个 也也其甚至说吧 我是教世界古代史 读课 但是我研究主要是普希腊诗 世界古代史一直到中间 我就教 但是我自己觉得它结果是一个奇迹 就是说 罗马基国在它最点身的时候 大概有 现在说法不一样 五千万人到九千万人之间 这个怕得很大 因为没有口号的数据 跟我们的汉代人口大概差不多 在西方的观念里面 罗马是第一个世界线帝国 英文有个概念叫 Ecumenical Empire 就是世界线的帝国 这个是指罗马 它的成就在于 经常我们把中国和罗马帝国来说比较 看似很相似 东西方差不多同一个时代 有差异 实际上有这些差异 但是两个大帝国 存续了很长时间 都是皇帝的 当然罗马在后来跟弟子 有都是皇帝的同事 但它其实有很大的差异 我觉得差异在于 我们从帝子时刻在罗马上说 他是皇帝的统子 但是罗马人的皇帝 因为之前有一个共和 实在 那么到奥古斯多接你起帝子的时候 他其实从来不敢称帝 罗马人 罗马的皇帝是自己不称皇帝 罗马人也没有皇帝这个称谓 这是后事给他 因为奥古斯多说我是恢复了 罗马共和国 这是在他的自传里面他讲到的 他之前写了一篇自传 然后在他的遗作里面 要求刻在他的墓前面 那么这个文本留下 他说我恢复了罗马共和国 我把财力交给罗马人民和罗马元老院 因此罗马的皇帝 我们叫Emperor 这不是一个罗马官方的一个称谓 没有罗马官方的皇帝没有一个称谓 称谓就是叫什么叫Princip 叫元首 元首就是老大的意思 按我们所谓说 就是第一号 为什么用在元老院 他是排名 他是排位第一的元老 元老院的元老称谓 称他叫Princip 但是皇帝这个称号Emperor 是从拉丁文的叫Imperator 就是但是因为皇帝又是军队的最高统帅 然后就士兵在称呼他们的最高尊实统帅 就是叫Imperator 其实是元帅的意思 或者是这个意思 然后这个我们英文后来 皇帝是用这个词来的 但是罗马的皇帝还有别的称谓 通常称谓叫Dominus 就是主人的意思 那么这是从这个 所以他没有统一的称谓 官方没有称谓 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 即使在罗马帝国时期 他的意思形态 我们还是一个共和国 还是一个Respublic 就是Republic 然后从理论上来说 权力还在罗马人马 当然他的实际的皇帝的做法 和他的意识形态是分离的 皇帝当然是一个专制统统的 但是他的观念和他的实际做法是分离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理解罗马 主才是很重要的一点 至于回到主持人刚刚讲的 他为什么会有这个奇迹 能够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奇迹 他的一个奇迹我觉得还普通点在于 我们中国人当然也传统上是一个大帝国 但是这个帝国 我们有天然的优势 在于我们四周都有天然的平障 没有能够疲敌的跌人 差不多 还有就是说 汉民州占了人口的大多数 可是罗马统治的这个帝国 他是罗马人是占少数 他统治的希腊人 埃及人 包括西亚都有 比他更古老更深厚的文明传统 所以他统治的是一个多民族 多种文化传统 而他是一个后起的 而且他是一个人口占少数 能够那么稳步的统治那么长 这个在历史上 找不到其他的例子好像是 所以的确是一个 你让我回答 我其实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他为什么能够达成这个奇迹 但是玻璃比乌斯 可能很多人了解读过 是一个 突然前二世纪的 一个希腊的将领 阿卡亚同盟的一个将领 他们是在抵抗罗马人 后来被罗马人镇压以后 然后被抓到罗马 做人事 有一千个 这个同盟队 投命荣 抓到罗马 做人事 就给他们反抗 那么他是说 一个希腊人 那么希腊被罗马征服了 他在世的时候 他就 他在罗马 他就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说 罗马人 为什么能够在 53年的事情里 进行起这么一个 庞大的 帝国 达成这样一份伟业 这他在给他的希腊的同胞 讲 自从 让希腊人 让他自己能够理解 让希腊人 我们为什么会 去控制罗马人的宠族 罗马人为什么能 达成这么一个伟业 然后他说 当然他在里面提到的 一会儿 他觉得是罗马的 他强调的是罗马的政治 那个共和政治体制 然后他这个 在这里阐述了 这个 共和制他认为是一个 混合政体 大家可能都知道 说它是一个 君主制 民主制 和贵族制 三者的结合 那么这三种成分 既相互合作 在未来的时候 相互通力合作 可是在平时的时候 相互制衡 使得罗马 不会走极端 那么他是 这是在公元疫情 二世纪的时候 他的一个分析 这个可能我提供给大家 思考 我自己说实话 还不能得出 更高明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可能在那时 已经太多了 赶快给秦桧先生 其实我觉得这个 历史上这个 这个所谓的 后起的征服 原来的那个 那是很多的 这个也不光是 这么一次 而且前头 那几个说法 可能本来也有点武断 说罗马人 智力不如谁 体力不如谁 这个中文很难说的 什么叫做 智力不如谁 体力不如谁了 至于说 经济 什么什么 这个技术 这个各方面 那这些东西 都是可以学的 很多这个 后期的民族 都是 我觉得罗马 其实他可能 最大的长处就是 吸取了你刚才讲的 前面的那 所有的 那些人的长处 什么希腊人 加太极人 什么等等 至于 罗马人 何以能够做到 这一点 要找一个 终极的原因 恐怕已经是 不太可能的了 而且这种 这种 这种思考 可能也是有 有问题的 但是 的确是对罗马 罗马是 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但是 对罗马的成就 也的确是 一直是 在很多方面 是有很大的争议的 比如说 我们今天谈到的 这个问题 罗马的社会经济 这个罗马的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 这个 大概也是西方 在一百多年 那个 那个争议是很大的 大概从 十九世纪 就有所谓的 那个 研究罗马经济的人 就有所谓的 现代主义 和原始主义 这两个流派 像那个 伯赫尔就说 是那个 罗马经济 其实不咋样 都是自知自足的 都是农民 都是家庭 都是那个 那意思 都是小农 其实很落后 然后那个 梅尔就说 是 不过罗马 是非常之 现代化的 那几乎 就是除了 机器 不如现在 几乎就是 资本主义 经济 这个 这个 这争议 一直是很大的 我们从那个 二战以前 大概是 大概 现在主义 当时是占比较 优势吧 就是 所以 那个时候 罗马给人 是印象 是很发达 但是到了 那个 六十年代以后 这个 这个 黄教授很清楚了 这个西方的 这个古典研究中 好像是 那个原始主义 是 就很流行 然后就 很多人就写东西 说其实没那么厉害 其实是没那么多厉害 讲了好多那种 呃 以前面 那个 那个 不太一样的 但是现在 好像最近 我发现这个风气 好像又倒过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可能也不是个定论 这西方 西方 因为是个多元化的 时代 他 对很多东西的探讨 都是在不断的轮回 呃 所以这个 我是呃 黄教授是 专门研究 希腊 罗马的 虽然不是专门研究 罗马 但是毕竟还是 专门研究这个 西方古典 时代的这个 这个文明的 我是呃 那是更是客串了 那所以我倒是 首先我想 跟黄教授探讨一下 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 你怎么看待 这个希腊罗马 或者主要是罗马了 这个罗马经济发展的 这个总体水平 是吧 就是更倾向于 现代主义的估计呢 还是原始主义的估计呢 呃 呃 这 钱老师提出 非常好的问题 但他 这套 学术的话语 他很熟悉 我可能帮他解释一下 因为 呃 原始主义 现代主义 可能 各位不是特别清楚 我解释一下这个背景 而且我完全赞同 呃 钱老师的说法 那个 也也其实 那个说法 可能是五段的 罗马人不能说 是自力比希腊人低下 呃 体力 比高的人低下 难说的 这个是有点 当然 因为作为一个作家 他写这样无可或费 但是罗马人 呃 我给钱老师 刚刚那个话 讲一个 呃 做一个剧角 就是说罗马人 他底层是善于 博彩众场 这在古代民族里面是 也是少见的 呃 基本 可能各位都读过 罗马帝国 创网史 基本在讲到罗马的成就的时候 他说过这样的话 他比较罗马和希腊 他说希腊人 雇守他们的 那个公民船 那个公民船 城邦的 公民船是不给外国人的 因此他不能吸出 呃 新鲜的血液 导致他的 希腊的城邦 文明的衰落 可是罗马人 他们 没有这样的性质 他们在 他们的敌人 甚至他们所奴役的人民中 吸出优秀的 分子 给予他们公民船 所以使得他有一个 不断的更新的 和造血的机制 基本在这 不是他的原话 但是他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是罗马人 了不起的地方 因为在古代希腊 如果你跟希腊跟罗马比较 希腊人把 因为公民船 其实是特船 在罗马 共和国是这一样 可是希腊人 你差不多打死 不给外国人公民船 在雅典 要给外国人公民船 那你得开公民大会 通过公民投票通过才行 在罗马从很早就开始 在罗马共和国程 开始 逐步的把公民船 授云那些 出色的 外邦人甚至被施放过的奴隶 这是 这一个助讲 但是回到 钱惠教授的那个问题 对于罗马的 对于古代希腊罗马的 古代希腊罗马的经济 在西方的学术界 有时候是被看作是一个整体来看的 这个对于古代希腊罗马的经济 它是什么限制 它是工商业经济 还是什么经济 这个从 争论最早是从19世纪 末二世纪 从德国学的开始 那么德国学的 其实 最早的 他们关注的主要不是 我把这个线索稍微理一下 这个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 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 之所以理一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他们关注的是 现代的经济是如何形成的 因为现代的 有一个德国学者 他就讲 从古代到现代的经济的研究 他说现代的经济 就是20世纪初 是国民经济 就是一个国家 形成一个整体的市场 然后他说 中世纪的经济是城市经济 因为一个城市 作为一个经济体 差不多 古代的经济是 是这个 我们就叫 刺激刺激自主的自然经济 就是这个 它叫 Household Economy 就家庭经济 家庭 那个希腊文 那个Economics 本来就是 家技 对 那么英文的Economics 前老师讲 是希腊文叫 Oconomics Oconomics 它的原意 在希腊文 是对家庭的经营和管理 那么对家庭的经营和管理 就不是一个经济的 至少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概念 它包括你对 家庭存在的管理 最努力的管理 所以它是一个 它不是一个现代 那现代经济这个词 从这里来的 但它不是经济这个意思 有点像 我们中国 我们中国古代的经济 当然也不是经济这个意思 可能 所以这个词 应该翻成家政 可能更 家技 或者家政 可能更 更贴切一些 那么 这样的话 这个人不是专门研究 他叫 Cowbush 布歇尔 他不是专门研究古代的 但是他 他就做一个这样的 分一个 三个阶段 古代的是家庭经济 中世纪是城市经济 现代的是国民经济 然后这个就引起 做古代时代学的反弹 古代时代学的 就是 刚刚那个 秦桧老师讲到的 麦也 他说不是的 古代经济就是 工商业经济 所以 麦也就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 说 公然前六世纪的希腊的经济 相当于十六世纪 公然前五世纪 相当于十七世纪欧洲的经济 只不过他们的公目 不一样罢了 那么 他就被认为是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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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代派的始祖 认为 古代经济和信代经济 是差不多的 这个过 这个过程里面 有几个关键的人物 那么一个是 维博 马克思维博 马克思维博起了很大作用 马克思维博为什么起了他作用 因为他 他界定了这个古代 欧洲古代 和新浪老马古代 经济史的 他的研究的一个问题意识 我们知道 维博 主要关注的是 现代性的问题 那么 维博 新疆伦理学 资本主义 精神 他 他在这里面提出来 就是说 现代的 他称为理性经济化 经济理性主义 是 现代 西欧社会的一个产物 是一个独特的产物 因此 理性经济化 经济理性主义 是现代性的一个 一个特征 因此 和他相对立的 和相对立的古代 那就是自然 就是 消费 自然 我讲的 古代城市 消费城市 它不是生产性城市 这样的话 就引起后来的一系列的 问题 学者们研究 就从他的问题 意思从这里来的 问题意思就是 古代的 这样就 研究 欧洲古代 古代经济史学的 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 到底古代人的经济理性 和现代人 是不是不一样 那么 基本上不是两排 一排说是不一样 一排说 其实是一样 到现在这个争论 有所反复的 根本上来说 是这样一个争论 我们还知道 罗斯托弗财富 对不对 罗马帝国社会经济 罗斯托弗财富说 从希腊化时代 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 都蓬勃兴起 到罗马帝国时期 到罗马到三世纪 忽然三世纪 罗马的 资本主义经济 因为 罗斯托弗财富 我们读他的 罗马帝国社会经济 怎么觉得很怪的 他用资本主义 用现代一些概念 来讲古代的经济 你觉得有点 好像挺奇怪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 到三世纪 皇帝和农民 组成的尊对 把资本主义经济 把资产阶级 把新鲜的资产阶 给扼杀了 使得罗马帝国 没有进入资本主义 因此 罗斯托弗财富 埋下了苦比 但是罗斯托弗财富 讲这个话的时候 我们知道 他是反对 俄国思维革命的 他讲这个话 他某种意义上 是在端照 俄国的 那个时候的现实 他就俄国革命不满 他某种意义上 在掩饰 俄国的思维革命 是把俄国的资本主义 和资产阶级 给扼杀了 所以他有这样的 一个背景 历史学家 往往研究历史问题 他是对现实的 某种关照 这个是一个 一个很好的例子 所以罗斯托弗财富 某种意义上 会归于现代盘 然后到1973年 有一个叫芬里 Modis芬里 一个美国人 后来50年代的时候 麦卡锡主义破坏 后来到剑桥 去做古代史的教授 是20世纪 也是最伟大的 古代史家之一 古代辛拉玛玛斯 他就做 他写了一本叫 古代经济这本书 成为一个 这个领域一个 化时代的剧作 这本书是 1973年去版 1985年再版 86年他就出世 这是成为一个 为什么成为化时代 因为他起初一个 他是深受 微博的影响 他早年是加入过 美国共产党 但他深受 微博的影响 那么他的 某种程度他 结束微博的 那个古代的经济 是一个 我们简单化 因为他比较复杂的 学书的论证 是一个 古代经济是一个 还不只是一个原始派 不是简单的一个原始派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 理解 他说 经济这个概念 是一个现代概念 在古代辛拉罗马 没有经济这个概念 就是回到前辉老师 刚刚说的问题 你如果古代辛拉罗马 没有经济这个概念 我们怎么能 如果我们拿现代的经济 一系列的概念 经济市场 利润 这些概念 被研究辛拉罗马的经济 那是错误的 这个路径就是错误 因为 为什么 因为在辛拉罗马 经济 他还没有 像现代社会来 没有成为一个 比较独立的 社会活动的领域 他也没有 有自己的法制规律 因为古代的经济 他用一个词 是嵌入在 其他的活动之中 在这个时候 他引入维伯的 在你维伯的 理论的一个核心 是地位化身份 地位 status 这个词 维伯说 这个地位 分立说 古代人 他的经济活动 他不完全是趋于 利润 成本和利润的考虑 他首要考虑 是我如何维护 我的地位 社会地位 政治地位 那么有时候 我为了维护这个地位 我经济上是亏本的 我也去做 因此这个就符合 维国说的 古代的经济 不是理性 不是理性主义的经济 当然他不是说 他不是 简单说 不是理性主义 他说 因为古代人的考量 他是 他对经济活动的考量 不纯粹是一个 投入和产出的问题 不是利润最大化的问题 而是维护 我的地位的问题 这个我们中国人 可能也不是难理解 因此他提出这样的一个 他说古代 希腊王马 1500年的经济 基本上是 这样一个模式 下的经济活动 这个就成为一个 解释古代经济的 一个主导性的模式 从1973年之后 一直到现在 就钱老师说的 一个反复了 学者们如果要再研究 古代经济史 如果你再要研究 古代经济史 你怎么 你只有去反分离 要不然你就完全 是来到他的论区 你提不出现在的说法 那么学者们 现在就试图反分离 要推翻他那个模式 但是这个模式 它是有笼罩性的 因为他是解释1500年的经济 他第一次 应用一个模式来解释 他可能不能解释 所有的史料 但是总体上 他的说法力 是非常难推翻的 现在有学者 比如说研究 比如说研究什么呢 因为古代的经济 你是很难研究的 你没有像现在 有这么多档案 有这么多的数字统计 没有可靠的统计 但是比如说在埃及 有那个植草文献 甚至有些农庄 农庄里发的 他们的账目 管理经营 有这样的东西 那么有的学者 就专门研究这个 我的导师 其实就写过一本书 在1991年 写过一本书 非常有名的 就是叫 Economic Rationalism 出门它的主标题 它研究是 公元是罗马帝国 统治时期 IJ的一个农庄里的账目 和管理 他回应的就是 微博的那个命题 所以他通过那个 如何雇用劳动力 如何市场到考虑到成本 考虑到市场的利润 他说古代的 罗马统治下的 IJ那个农庄的管理之后 它的经济理性和现代人 是没有根本性区别 那这里一个深层的问题 就人类的人的经济理性 在古代和现在 有没有根本性的区别 所以他就是反分离 那这样的有一些 但是他只是一个问题 他只是一个直部的 有的反对他的人说 批评他的人说 你古代IJ的 他没有代表性 他只是IJ 是罗马帝国统治下 IJ的特殊的情况 他可能不能反映 整个罗马的密码 问题是 有什么是能反映 罗马的密码 找不到这样的材料 我个人倾向着认为 总体上 都是分离的这个模式 到现在为止 还是没法完全推翻的 这是 再回到前回到生态 这个生意 这个就是一个 实际上有人说 这什么 一千个人心眼里 就有一千个罗马 这除了材料的选择以外 当然还有一些那种 那种先入之鉴了 就是实际上 你原来心中的 那个问题 意思 我觉得 那个 比如说吧 在 分离他们 这个原始主义 成为主流的时候 在中国 其实 中国人 对希腊罗马的观念 是 现代主义 是主流 是吧 最典型的 就是我们都清楚的 那个 那个不准 对那个 那个希腊罗马的 那些看法 他几乎就把希腊罗马 看成是那个 近代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 一个翻版 那个时候也是影响很大的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 虽然分离是一个 原来曾经是一个 马克思主义者 可是马克思对 罗马的观点 我认为是非常 现代主义的 包括他把 罗马法 他有一句名言嘛 罗马法就是资本主义 商品 商品 商品经济世界的 最经典的法律 可以 基本上不改的 用于资本主义时代 而且我们知道 从 从法国大革命开始 就 就是那个 那个 这个近代 就是有近代 取向的人 不管是追求市场经济的 还是追求民主政治的 都张口闭口 拿罗马 像那个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那个圣卢斯特 就有一句名言嘛 说革命者 应该是罗马人 这个 所以那个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啊 这个 这种 这种东西 也的确是影响很大 这个 但是我们后来 同时 接触同时期的西方 所以我觉得 中国和西方 他往往有问题意识的 错位 呃 这个原始主义 在当代西方的盛行啊 我觉得除了 他们当然 那个 肯定是有 史料的根据 这点毫无疑问 他们不会专门 从价值观 左眼 这些东西 但是 除了史料的根据以外 很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也还是和这个 这个 这个 他们这个 进入后现代阶段的 这个西方人和我们 看问题的角度 的确是不一样 那么后来 我本人也看了很多 那个原始主义的 那个就是反驳以前 那个 讲罗马 如何如何发达的那些 但是我看了以后 我就觉得 就是同样的 同样的材料 有时候我觉得就是 比方说那个 邓肯雄师 他就提到 他说 呃 其实那个账目啊 不光是什么 埃及 他举的账目 就是那个 科鲁美拉 讲的那个 他 因为科鲁美拉 不是举了几个 什么什么 什么葡萄园 应该怎么样 什么 橄榄园 应该怎么样 什么多少油格 然后用几份奴隶 呃 然后 那个 呃 每年你要交多少 地租 呃 你要什么 扣除各样各种各种各样的成本 然后你可以有 呃 盈利 反正整个这一套东西 讲的很 就是他讲的那个橄榄园和葡萄园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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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杖其实是算的挺挺挺什么的 但是后来邓肯雄师就说这都是预言说啊他他他的根据是什么呢 他说如果你按照他的这个数字做统计 那么当时的那个橄榄园和葡萄园的那个那个生产水平比现在的意大利和那个希腊都还要厉害 他说现代的希腊和意大利都没有达到这种这种 产量和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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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他说那个时候怎么可能呢 是吧 因此他说这个事情其实是不可靠的只是他的一种 但后来我我搞中国时代我就立刻想到一件事 其实在中国有个非常瑞士的案例就是那个呃 大家知道中国秦汉时代是金庚金庚西座小农这个这套模式 那个奠定基础的年代 那么那个时候就也有一些很多东西很现代化 像那个那个那个呃 樊胜之的那个驱动法 赵过的代田法 如果按照现在史籍上列举的一些数据 有人当年就这么说过 是吧 说如果按照那个史籍中讲的那个赵过和樊胜之所描述的那个 关中地区的那个农田 那那个产量也是高于20世纪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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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的 是吧 因此他们也说这是不太可能的 啊 这个而且我们都还看到嘛 古术中甚至还有说关中那个地方有那种所谓的 浮重指数高到什么程度 说两年13收 啊 就是等于是那个浮重指数高达什么6.5 啊 这个东西啊 我我我我现在从厂里考虑 当然我不能做那个太细的那个那个考虑 我觉得这个东西肯定不可能是一个普遍状态 不管是中国的赵过和樊胜之的那一套也好 还是罗马的克鲁美拉讲的那一套肯定都不可能是一种普遍状态 那么个别庄园有没有可能达到这样一种水平呢 这也是很难说的 但是至少我觉得从克鲁美拉本人 他的那个描述看 你就很难说他的这个所谓经济理性和金人到底有有什么不一样 而且尤其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克鲁美拉一直认为 这个地租率和和银行的借款利息是一样的 而且好像那个希腊罗马时代的一些名文也的确可以体现出这一点 那么就这一点来讲 我觉得就 我觉得就就就就相当奇怪 因为因为大家知道从从本质上讲 到了近代的经济学家都是这么认为的 他们认为地租率就应该和那个那个那个银行的利息率是一回事 因为很简单嘛 所谓的地租就是你拿一块土拿一笔钱去买了一块土地 然后你租给别人就得到一租 你放贷出去就得到利息 在正常情况下这两者应该是关联的 是吧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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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资本论中讲的一句话 叫做那个什么平均利润率是这两者的共同界限 是吧 也就是说在那个正常条件下 这个地租率和银行的借贷利率 都不可能比平均利润率高 因为否则这样的话 你就不可能贷款进行生产了 也不可能租地进行农业经营了 是吧 道理很简单 租地农业家他的前提就是 他付的地租要要比那个他的农庄的收益要 要更低才有可能吧 如果那个地主很高 他怎么可能进行租地经营呢 也不可能进行贷款经营嘛 这是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但是按照科路美拉的说法 他那个农庄就是进行租地经营的 是吧 这个事情其实其实如果你要说这是很现代 也不见得 因为我们中国那个时候司马迁也讲过类似的话 是吧 他也讲过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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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贷是有一个大致的界限的 而且这个借贷的大致界限不会比做其他的东西的那个盈利水平更高 实际上当然实际情况当然不一定是这样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古代的高利贷是非常之高的 罗马时代也有高利贷 但是罗马时代的那个同军利率水平是不是比中世纪低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我觉得好像很多人现在是认为他的利率是比中世纪低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确就是一个 就是你是不是只能够用 是不是就能用所谓克鲁美拉描写的那个产量太高 不可信为由就就把这个东西可以否定 还有一个就比如说那个谈古代贸易的 是吧 是什么什么甘塞啊 什么YTAC啊 什么霍普金斯啊 他们也是一般很有名的书叫古代经济中的贸易 这您一定知道的 里头就讲说古代的也是讲的那套 说古代的经济不是以那个利润率高 以追求比较经济效益 比如说你这个地方生产这个东西最有效力 就按照我们现在讲的国际贸易的一个基本的道理 就是所谓比较优势理论的 大家可能看过林义福的书都知道 他讲那个国际贸易就是以这个为基础 然后他说希腊罗马不是这样的 然后他说希腊罗马并不是因为某个地方生产这个东西特别有利可图 而只是基于一种盲目的攀比 比如说他说 他说那个罗马的葡萄酒在高炉畅销 并不是因为罗马的葡萄酒 就是什么生产葡萄酒特别有优势 而就是因为高炉的那个贵族 就跟我们今天的话讲 因为我开玩笑的说 就是等于是本地的江湖辣 他们就迷信那个罗马的品牌 然后就盲目的去消费罗马的葡萄酒 这没有任何理性可言 可是看到这一段话 我心里就想 如果按照这种说法 我们现在的金星有什么理性可言呢 我们现在追求很多的品牌 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言的 我就认这个牌子 你就说这个牌子是不是最好 大家都知道很多牌子 其实是中国的代工企业生产的 但是你不贴这个牌子 你就卖不出这个价 一贴了这个牌子就卖出天价 你说这里头的理性从何体现呢 所以我觉得即使惊人 你也不能说就只是理性动物 人的性格总是各个层面的 但是我倒是从直观的感觉 我对这个古代经济史 不可能进行专业化的研究 但是我倒是觉得 如果从直观的层面来讲 希腊罗马时代达到的那个经济 我这里当然主要讲的是罗马 他达到的那个经济水平 那个经济发展的成就 我觉得至少在一些方面 那的确是 不用是有很大很深专业素养的人 大概也都应该承认的 比如说第一就是他的建筑成就 这个我就是说了 就不说那些罗马的那些东西 你就看到什么 什么那个所谓的 那个叫做高价银水渠 那种修的那种 第二就是 第二就是罗马的那个 这个货币金融体系 尽管我们可能不能用近代的属于把它称之为货币金融体系 但是它的确比中国很晚很晚的时候的那一套东西 我觉得是要更 我觉得是要更险进 比如说他 他那个不同的货币之间已经有了 那个相对固定的兑换率 什么什么什么一个赛斯特斯兑换多少个阿斯什么什么这种东西 那这个东西中国很中国一直都没有 中国一直就是就是就只有铜钱 铜钱以上就是贯 是吧 传起一大传一千个 而且这一千个我们都知道往往 因为大家都不能一个个的数嘛 中国的一千个 说是给你一贯钱 其实谁都知道那是假的 是吧 就中国专门有一个古代经济中专门有个属于叫做省磨 所谓省磨就是偷工减料的程度 给你一贯钱其实只有七百个 就是所谓的省磨是 是三百个 那这种稀里糊涂的这种东西 这个这个我觉得 我觉得希腊罗马那个 就是罗马那个时代 虽然有人说什么什么服饰不济啊 什么什么那个东西是很晚进的东西 但是看了这些东西以后 我觉得 其实他们那一套东西还是 还是相当可观的 包括这个这个这个金融 我们现在 称之为那个唐宋以后才有的什么什么会对啊 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他们那个时代也已经出现了 所以总的来讲 我觉得还是 这个这个 不能 就是说不能 简单的说 就是说这个这个 西方现在是 什么什么东西是 是一股风气 我们也就 跟在这个后面 是吧 我觉得这个其实 他们包括分立他们的说法 都是很有道理的 但这个道理都是站在他们的一种 问题意识的情况下 他们讲的原始主义和我们心目中的原始不是一回事 是吧 当然同样的他们讲的现代主义和我们讲的现代也不一定是一回事了 那么这里头我觉得就产生第二个问题 就是 其实原始主义和现实主义啊 他带出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这个希腊罗马的这个文明和他其后的那些文明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都说西方如何西方如何 那么这个西方如何 如果你归根 你要你要你要 问为什么 比如说西方 为什么有今天的成就 当然你也可以反过来讲 为什么会有今天的弊病 是吧 那么 有些那个比较喜欢搞 寻根的就说 那那那那中师就说就如何 那那那希腊罗马就如何 那好像这都以前都有的了 是吧 那么这个的确就是一个 我们现在研究希腊罗马 其实也是抱着一种 现代的 就是就是就是 我们现在的一种问题情境 那么这里头就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希腊罗马那一套 和现在的西方文明之间 它是发生了很大的断裂吗 还是基本上是连续的呢 这个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大家都知道以前 那个现代主义流行的时候 然后往往就比较贬低中世纪 是吧 因为你你你你既然你你你 你罗马已经那么现代 那那但是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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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那为什么 资本主义不发生在五世纪呢 是吧 这个就有个 那所以很多人那个时候就讲 中世纪就 就等于是罗马文明都毁掉了 就是说黑暗时代 就很糟糕很糟糕的 而且那个时候就说 中世纪那套制度 和罗马是没有关系的 是热尔曼起源的 是吧 但是后来就又有人反驳说 中世纪的那套 其实主要还是罗马起源的 就是所谓中世纪的 热尔曼起源说和罗马起源说 其实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本身和刚才 黄教授谈论的 现在主义和原始主义是有关系的 因为如果你把罗马说的太现代 你就有一个怎么解释 它和真正的现代之间的 那个空障的那个问题 那如果你把它说的很原始 那当然就很简单 那那个中世纪的 整个这个过程就 就比较好讲了 这也是这些人经常都是把中世纪和 从别后开始就是这样讲的 就是把中世纪和古代连在一起 说都是家庭经济 他们是比较强调 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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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 那个连续性 这里头还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中国人 经常都说 我们中华文明是世界上 唯一延续了什么若干千年 也不知道具体多少千年 反正是有人说 是唯一连续的文明 而世界上所有的文明都中断了 除此以外的所有的文明都中断了 那么有些文明 当然我们知道 确确实实是中断了 是吧 就是什么苏梅尔 什么什么这些 这个根本就没有人知道了 连人种和语言都换了 但是西方文明是不是中断了 是吧 如果按照有些人的说法 你看像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汤英比好像就说 那个希腊罗马和后来的基督教文明 完全是两个文明 是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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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中断和这个连续 是吧 又该怎么解释呢 是吧 关于这点 就是 就是 黄教授能够 能给我们 分析一下 就是这个 希腊罗马文明 后来的中世纪 一间代的这个西方文明的眼镜之间 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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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裂 创新 还是一种 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连续的过程 我们 我们时间可能也不是特别多 其实 其实 前辉教授提到很多问题 因为他的思维很活跃 提到好的问题 我一回应肯定是不行 其实 来不及 但是我觉得 几点 我简单回一下 他变成他 给我提 很困难的问题 我觉得很难回答 但是这个问题非常好 说实话 我先回一下 前面的问题 他讲的一些都是有道理 比如说 我们西方学的 他们研究 他们背后有他们的价值 不是说他们在 利用他们的那个 但是那个价值会 会 某种点上会 无论如何 你在研究一个历史学研究 很难摆脱你的价值的影响 比如说 他提到我们中国 在我们中国理解古代希腊 特别古代希腊的经济 就是一个现代主义的 就认为古代希腊是工商业经济 一直我们是这个团 这个其实是20世纪初德国学的提出来的 我们到差不多21世纪初 还在提这个提法 我记得96年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 叫 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 这是我的 这个题目 我当时就要反驳 说古代希腊是以工商业为特征 我要提出 我说古代希腊 其实它的文明 古代希腊城邦社会 它是根本上是以农业为特征 受到很激烈的批评 然后再讲到这个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延民 中国学的一个表情叫 中国是唯一延民不断的古老文明 很专业的学者 2011年在西安 在陕西斯大帝 钱老师以前的学校 母校 开一个会 主要是中国古代的考古学家 中国的考古学家 中国古代史家和找了我们几个少数的 世界古代史的 那么那有一个社科院考古所的 应该是所长还是副所长 他就提 他在他的报告里面讲这个 我就提出来反对 我说这个说法 应该不能是不能成立的 不能说中国是唯一延民不断的 我举几个例子 我们在什么程度上来说 印度文明中断过了 从雅达尔人进入印度以后 我们什么时候 我们在什么程度上说 犹太文明中断过了 中断过了吗 我们 就是西朗罗马文明这个传统 它中断过了吗 你怎么说是中断的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我们好像老是觉得 我们在世界上是最早是唯一 我们就多么骄傲似的 但是 应该很专业的学生 他应该对这些基本的问题 基本人论断有反思 但是很遗憾 大部分学的没有反思 那么罗马 就 钱老师你说 比方说吧 他们有的人有一个 有一个论据 就是说 说这个 汉字是一以贯之的 说现代汉字和那个甲骨文 其实从那个 很多基本的要素讲 是 是因外相成的 可是如果谈到这个问题 我就想到了 我说 我们首先从两个指标看 一个是 即使是专门研究甲骨文的学者 现在的甲骨文中 现在的甲骨文能识别多少 是吧 当然这个 在现在的学者中 也有不同的说法 有的人说 除了专有名词 基本上都能识别 有的人说 能识别的符号 这里首先要讲 甲骨文到底有多少个字 现在也还是一个争议的问题 是吧 有人说有四千个字 能够识别的只有两千多个 是吧 这是专业学者 如果就非专业的人呢 完全没有受过甲骨文训练的人 那你们去看甲骨文 你们能看懂几个字呢 是吧 但是如果用同样的这两个指标 去衡量这个 这个希腊罗马 古代的这个语言 是吧 就是研究古代希腊罗马语言的 比如说 黄教授就是研究古希腊语的专家 是吧 那么他们对古希腊语的文献 有看不懂的吗 好像基本上没有 我的印象是 是吧 那么假如说没有研究过的 是吧 完全不懂古希腊语的 现代希腊人 去看古希腊人 那肯定不能传懂 是吧 但是 能不能比如说 这些词的词根 看上去都似曾相识 比如说吧 我是根本不懂拉丁文的 但是因为英文中 有大量的拉丁词根 是吧 你现在你看一本 比如说像黄峰 他们 那个那个 现在最近出版的 那个Digest 是吧 那个那个学说 绘传的拉丁文本 我一看里头 有20%左右的 那个词 大致上从英语 我还可以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 那现在你 完全不懂甲骨文的人 你看甲骨文 你能懂20% 二三十吗 我觉得都很难说的 所以你真的要说 这个所谓的什么 锻炼 什么继承 到底是 到底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我们的 锻炼多 还是他们的锻炼多 我都觉得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其实所谓的我们 是唯一延续下来的 这种说法 其实它的原初含义 我觉得未见得 是对我们的一种褒奖 是吧 这个西方人呢 他有一个 我觉得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他老认为 他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而他老把他不说 他所不太了解的东西 认为是一样的 那比如说最简单的 就是他认为 其实我们都知道 美国印 美洲的印第安 那个文明是 那根本就不是一个文明 是吧 那个那个语言 语系就有十几个之多 而且那个 比如说印加是帝国 玛雅是城邦 还有一些根本就连部落 根本 而且那个语言什么 反正印第安 根本就是完全不是一回事的 但是按照很多人 很多不太懂的西方人看来 那就是一样的 而且他甚至认为 和印度都是一样的 所以创造了印第安 这样一个名词 我觉得很多人 大概也就是因为 他们不太懂中国 所以他们认为 中国从古到京都差不多 因为他们 其实从古到京 也对中国了解都 都不是太多 是吧 但他们对自己了解的多 他们就认为 他们是有 有变化的 其实我们了解 中国了解多了以后 而认为中国 其实变化也是挺大的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说中国从来就是五千年没什么变化 这个说法是不是一个 是不是对我们的一个褒奖 当然也是值得 也是值得考虑的 就这个问题回到罗马的话 基本的罗马帝国摔亡史 其实是左右了好多在学者们的研究 因为要讲到延续或断裂的问题 那么基本当然说 罗马帝国摔亡 摔亡了 当然就就后面就断裂了 中世纪 西欧的历史 在重新开始差不多 但是这个 笼造了 罗马世界 多少代 但是 从二十世纪 七十年代开始 对 对基本的免贴 又提出一个质疑 提出一个反思 其实到现在 我的基本的里面 基本上被抛弃了 那么 为什么这里面 当然有很多的 学术的和思想的背景 现在是从1971年 一个英国学者 但是现在在美国教授 叫Peter Brown 写我一本书叫 中文的要叫做 晚期古代的世界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那么就把 差不多从 四世纪 从三世纪到八世纪 这个世界 这是罗马结果主向 衰亡的那个世界 把这个世界的图籍描绘出来 从这个以后 就开始在学者们 这个晚期古代 就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 这个对这个 有时间段的深入的研究 学者们现在说 罗马帝国不是衰亡 而是一个转型 所以就走出了基本的那个面 所以也就是说 更可能说明 欧洲的历史 不是中断了 而是它转变 转变的重要的因素 是在这个时间段 那个欧洲的我们 不同的 不同的因素 包括 伊斯兰的因素 进来 影响到欧洲历史的进展 那这个 这个观点的 这个观点的变化 它还有一个很深刻的 比如说的背景 就是基本在 西罗马帝国 开往史的时候 它是传统的欧洲人 看历史的 它注重的 这是修西底德 定念的传统 它看重的是 政治和尊实史 如果你从政治和尊实上 看罗马帝国是开往 西罗马帝国灭亡 490 476年 西罗马帝国是灭亡 但是 到 七八十年代 人们 更多的转向 注重什么 注重文化史 那么注重 你从文化史来看的话 晚期古代世界 它是文化 它是非常丰富的一个事情 基督教 从朱斯坦丁大帝 创造了一个基督教的帝国 其实罗马已经转型了 罗马帝国已经转名 成一个基督教帝国了 所以还不是在 晚期古典 在基督教 朱斯坦丁大帝开始 所以这样欧洲的历史 它可能是有若干个转变 而不是说就占领了 你反过来中国的历史 我不知道 西方人认为 唐宋的文明和秦汉文明已经不一样 它也转变 所以简单的回应 这个问题 这个其实就是说明 就是我们对这个希腊罗马的认识 实际上是在不断的深化的 比如说 还有一个瑞士的问题 比如说 我们包括上一轮 就是请费安梁教授 费安林教授 他是研究罗马法的 其实罗马法也是 罗马文明留给后世的一个 很多人都认为是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也是现在 很多人都认为是 现代西方法治的一个源头 但是关于罗马法 其实不管是自由主义者 还是马克思主义者 几乎都是 就是在马克思那个时代 几乎都是把这个罗马法说的是 非常之现代 或者说非常之资本主义 最典型的就是我刚才讲的那句 马克思的说法 说是 罗马法是商品生产者 世界的经典法律 它几乎不加修改 就可以用于资本主义时代 这个说法 因此很多人就提出说 罗马法对史有权的定义 个人主义 对个人权利的维护等等等等 都是近代文明的非常重要的支度 甚至在有些地方 有些书中经常出现一个 经常出现一个术语 叫做罗马法意义上的史有制 那个意思就是绝对史有制 就是那个绝对排查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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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个事情啊 它后来也是出现一个理解问题 因为 其实很早以来就有一个 就 就 就已经开始了个争论 因为很多人呢 他们说 这个所谓的 绝对史有制 所谓的那个 非常个人主义的那一套罗马法 是很晚近的 就比如说是那个 查士丁尼时代的 或者甚至是拜占庭的 说早期的罗马法不是这样的 说早期的罗马法非常重视 士族 非常重视家庭 说那个早期的罗马的那个 婚姻都是夫权婚姻 后来才变成 无夫权婚姻的 说早期的 罗马的财产关系 也是家族财产 说而且罗马原来的 遗族是非常不自由的 因为它有 涉及到家庭继承的 什么什么 那个遗族自由原则是 很晚到了拜占庭时代才有的 因此就一直有这么个说法 说是这个 罗马法的本质 到底是什么 然后到了近代啊 这个像意大利的很多研究罗马法 经验学者就又在开始做 凡案文章 说罗马法的核心不是个人主义 而是集体主义 而且认为这个 这个集体主义精神的衰亡 是罗马法衰亡的 第一的一个体现 那么在这里 它的确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看到的 那个罗马法 个人主义 或者说包括从 从有父权婚姻 像无父权婚姻 婚姻转向了 从那个 不自由的遗族 像相对自由的遗族转向了 由那个特许财产 到那个所谓的无条件的财产的 转换了 就总而言之 这些东西 好像都是 拜占庭时代的罗马法 是最典型的 可是恰恰是拜占庭时代 又通常被认为 是一个东方化的时代 通常被认为是这个 这个希腊罗马的传统 被颠覆了 变成了一个东方专制帝国 什么什么 这样的那个时代 所以这个事情 的确是一个 也的确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就是这个 这个希腊罗马文明 我们当然 假如说 法律就是文明的一个 某一个侧面的话 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讲 就是希腊罗马文明 或者具体讲 就是罗马文明吧 或者说反映在 法律上的罗马文明吧 它到底是一个 个人主义的文明 还是一个 集体主义的文明 那么后来它的衰落 比如说 到了拜占庭时代 是吧 那么拜占庭时代 出现的那些变化 到底是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个人主义精神 消失了呢 还是集体主义精神 消失了呢 是吧 还是个人和集体 之间的关系 是吧 就是就是另外一种 意义上的 那个变化呢 是吧 这些东西啊 我觉得这些东西 其实它的背后 除了 史料的发掘以外 其实也有 我刚才讲的 那个问题 就是就是人们的 那个 心中的那个背景 是吧 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 问题意识的 的形成 因为我们注意到 有一些谈那个 罗马法的 集体主义本质的 那些学者 往往都是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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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共的 是吧 有好几个 罗马大学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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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罗马法教授 都是 还是义共 中央委员呢 是吧 这个这个事情 是不是与他们的 那个研究 也有某种关系呢 是吧 但是显然 呃 你也不能用这点 来去解释 他们的研究 因为这个研究 呃 先见是一方面 但是 它 肯定还是有它的那个理据的 是吧 那么就这个方面 就是这个 这个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这种关系 以及这个罗马的衰亡 或者说罗马的转型吧 用刚才我们的句话讲 呃 这里当 当时 其实 这里还有个问题 刚才我们讲的是 罗马和西方中世纪之间的转型 这里头还有 在罗马法问题上 更大的是一个罗马和拜占庭之间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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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关系到底是继承还是断裂的问题 是吧 那么这里头涉及到 就是那个所谓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这个问题 呃 黄教授 呃 能给我们解答一下吗 道歉 其实是解答不了 解答不了 因为我不懂罗马法 为我 我只能解释我为什么不懂罗马法 也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研究罗马史 罗马史这个学课 呃 差不多是 定定这个学课 两个人 一个是瑞典的历史学家尼泊尔 在蒙圣之前 一个是蒙圣 这两个人起了关键的作用 蒙圣 那个时候蒙圣研究罗马史 从罗马法开始 就是说那么定定的这个传统 早 早期的研究罗马史 你从罗马法 你罗马法要要熟 懂罗马法 你从罗马法来理解罗马社会 到 二战以后 这一套被抛弃了 英美国家 我是 我学习 希腊罗马史是英美的传统 英美学者 现在的研究罗马史的人 如果不是专门研究罗马法的 都不懂罗马法 专门研究罗马法的人 未必很懂罗马史 这成为两个领域 为什么 它是有原因的 就是到二战以后 西方学习界认为 因为一个是向社会经济史的转变 我告诉我们前面跟陈佛老师 你更注重社会经济史 不是注重制度 另外一个认为制度和实体是不一回事 完全不一回事 这个也是西方人认为 跟他们的经济有关 两次世界大战 然后集团主义 他们原来19世纪设计的那些 很理性的制度 都被践踏了 而人们不相信制度 就等于现实 转而出研究实际的 社会经济现实的情况 那么就抛弃罗马 从罗马法来研究罗马史的 这个路径 再下来的确是这个问题 罗马法 秦老师已经讲了 他是查实丁丁实丁 会把罗马的法律 罗马的法学家的学说 汇编的 那个 法学汇编 或法学汇算 汇编的两百多个法学家的 他们的学说 这两百多个法学家 主要是在 二到三世纪 就罗马 兴起一个庞大的法学家 他们对法律 进行很严密的 很逻辑的 思考 和 和解析和分析 所以 罗马法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 他对罗马 对法律的观念 概念 以及这些都 立签 梳理 给他定义得很明确 从 这个 从民法到 万民法到 整整这些 所以 那个概念都是 那个法学家们 他们 他们脑子里 思考的 所以某种意义上 罗马法 是罗马人的 思想的 成就 它和现实的 罗马法的 实施 可能的确是有 非常大的差异 这是学者们 抛弃从罗马法 研究罗马史 露尽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大德人 到现在当然 又 又有一个 回潮的迹象 就是说 研究罗马史的人开始 又慢慢 在关注 罗马法的那些文本 但是这个时候 不是完全 依靠罗马法的文本 它试图结合 罗马法的文本 来研究罗马史 所以我只能回答 这个问题 至于它的 机器主义 个人主义 我觉得其实 可能和罗马的信实 真没有特别关系 说到底 我回答不了 这个问题 但是我这里 倒是有一个 我作为一个 不是搞罗马人 不是搞罗马史的人 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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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猜想 因为从一些描述 看起来 当然 这些说法 的确是有的 说是 比如说 罗马到后期 那个 出现家庭 弱化的迹象 出现 比如说 那个独生的 包括出生率下降 甚至有人 把它说成是 什么罗马衰亡的 原因之一 不管是不是原因 但是这种现象 的确是有 就是那个 罗马早期 那个士族精神 这个肯定是 比较强的 就是那个 就是就是这些 我们讲的 所谓的公民 也和现代意义上的 公民不太一样 他并不是指 每一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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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成年人 而通常都是指 的所谓的 副家长 大概 不管 不管奴隶 不是公民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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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 Family 也不是公民 就是 早期是这样 而且那个时候 不是罗马 人中有很多 就用罗马法的 说法 叫做他全人 不是自权人 就是他自己 是自身 没有权力的 那么后来 就是包括 也是刚才 黄教授谈到的 随着罗马 公民权的 推广 从那个 世民法 到万民法 本身也是 公民权 推广的结果 那当然 本身也造成了 那个家庭 结构的变化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 讲 我倒是 我倒是觉得 就是这个 这个 家庭 和这个 古代 士族结构的 这个逐渐 逐渐 呃 瓦解 这个倒是 罗马 历史 我倒是觉得 应该是有 这样的一个 一个东西 可是这个东西 和个人主义 是什么关系 这就是一个 大家值得 思考的问题 因为 在我看来啊 到了拜占庭时代 当然 当然这个过程 不是突然发生的 在罗马帝国后期 就出现 那个皇权 越来越强大 从那个 普林十字 到 多米纳特 制度的 那个转变 就是从那个 第一公民 变成越来越像 主人那种 那种状态 转变 那个皇权 越来越强大 皇权越来越强大 其实啊 呃 这个也是我的 一个思考 其实从中国历史上看 也是这样的 其实皇权强大的 一个条件 就是要把 全国的老百姓 都变成原子 他们 缺少民间 组织资源 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就是在那个 呃 民间 如果有很多那种 各种各样的认同 比如说 比如说 社区的认同 中族的认同 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 包括一些小教派的认同 如果这种认同 很多的话 你这个国家的大议统 尤其是国家 政府直接 针对个人的这种 这种控制 就很难建立起来 那么他要建立 他往往就要 有一个 有一个把 把社会原子化的过程 就是把 把这些东西都打掉 是吧 就是你们不能听爹的 只能听皇上的 是吧 就就就就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就是 就是形成一种 就是我们文革的时候 叫做爹亲娘亲 不如皇上亲的那种 那种 那种氛围 是吧 其实中国历史上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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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制 也是这样建立起来 是吧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 我早觉得 从我 因为我不是专门研究 这个罗马 所以我 我 其实我 我觉得我们在座的各位 都是带着一种 中国情节来 来 来 来看罗马 所以我早觉得 这个 拜占平时代的这种 所谓的 个人化 它是不是也包含了 这样一种 也就是说 这种所谓的个人化 从表面上看 它的确是可以 从个人 从一些那种 原来的 安全的小团体 脱离出来 是吧 没说从原来的 这个城市 家族 包括 包括 城邦 原来也是个共同体 脱离子 这样的 原来也是个小 原来也是个小共同体 从这些东西都脱离出来 成为一个个的个人 但是这并不是 因为这种个人 因为这种个人 并不是有神秘的个人 他再相反 这些人变成原始化的结果 下来下来给一个 一个房子 因此反过来讲 就是 实际上 这个民间的支援 或者说 民间这种 认同的多元化 其实 反而是 那个政策制度 算得说 对那种 的军 反而是有一定的 意义的 这也就是 这个所谓的 按照 现在有些人说法 这个 网马的共和 其实 不是建立在 个人的 理性 实际上 而是建立在 理性 实际上 这种说法 是 一个 一个 比较 比较合理的 所谓的 比较合理 就是说 这种 和 这种 是 一个 的 是 的 好 或者说 这个 民间 认同的 多元化 或者说 这种 小共同 各种各样的 小共同体的存在 对大一统 而是 这种 是吧 要是这种 小共同体的解构 使得 社会体现的原始化 使得 这个组织 居然高度的 其中 在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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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廷 是吧 这个是 这个 这个表面上 好像是 个人 实际上 它对 真正意义上的 个人权利 是一种更大的方法 而不是一种 而不是一种 真正意义上的 个人权利 白战族主带人 那种 那种 所谓的个体化 当然 你说它是 对机体主力的 体购 平行地上 不是很容易 但是它当然 我们应该讲 近代人 是个人 是吧 但是通常 它是从一个 白战族的专制网络 就是 它说是 这种 它说是 是吧 就是它 主的专制网络 控制 那个原始化 的 这些个人 那么 所以 这个 个人 主义 和 机体主义 是间的 那么关系 的确有 什么的 非法难 的 所以 刚才 我让各位 各位 朋友 我们想 今天有两个 这样的情绪 一个叫 道路 空间 因为 我们有的时候 根本 我 我应该想 就是我们 到底 站了 一个 什么样 角度 看 比 我们刚才 交流 说 就是 原始化 就 罗马 和 的 性格 所以 我到 你 成 后 开始 我 要 我 是 真 爱 的 是 一 一 别 准备 那既然其实没有进来一步变变的这个程序 我在想这准备了 就是其实在冰城 把我了解到的罗马和希腊 变成这样的意思 而是不是我们每个人在中央一种探究的眼光 在一种怀疑的态度来对待历史 这就是我要说的一件事情 因为两位老师 其实我再两位选择的都学习过 但是很可惜的是 我当时认识中文 我认识中文都是指的是 每一个大名的作品经文减击课 像今天呢 我说的是还来继续课 还是认课 所以现在呢 我们有没有观众什么疑问来认识 有什么问题 哦 那个就是从这个 秦教授里面的最后 关于一个对立主义的原则化 对 有的 是 有的 感受深受 因为我们 一个律师嘛